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 我们要带给您一则关于提升学生领导能力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麻省理工学院 埃哲顿中心技术讲师Pat McAdemy 如何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 去年秋天 在埃哲顿中心的开放日上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讲师Pat McAdemy 为学生们烧烤了数百个热狗和汉堡 活力四设地为他们服务 这一幕凸显了他在指导太阳能电动车团队 赛车运动团队和其他团队方面的关键角色 除此之外 McAdemy还负责监督着N51车库机械车间的运作 McAdemy不仅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还以他的奉献精神和鼓励女性参与团队活动而闻名 他的努力让女性成员比例大幅提升至50%左右 并且当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时 团队的沟通和表现都得到了改善 麦卡坦尼的教学方法 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为他们未来的工程师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教学风格也让许多学生在毕业后被特斯拉 SpaceX等公司广泛招募成为他们的重要人才 通过埃哲顿中心的努力和麦卡坦尼的领导 麻省理工学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学习环境 激发了他们的潜力和创造力 让我们共同期待未来 看看这些优秀的学生将会为工业和自动化领域 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创新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制造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以及如何通过弹性的工作时间来应对这一挑战 传统上 制造业务总是按照固定的时间表进行 依赖着持续的现场劳动力 但是 近年来熟练劳动力的短缺促使公司重新思考这种情况 开始考虑实施弹性的工作安排 根据制造研究所密的一份白皮书报告 弹性工作安排已成为当今工人的首要需求 近50%的制造业员工将灵活性作为留在雇主的原因 其中64%的员工表示 如果离开当前公司 他们会在下一个职位中寻求更大的灵活性 许多制造商已经开始对他们的工人进行调查 并与他们讨论不同的工作选择 而虽然现有员工的反馈 往往是公司考虑弹性工作安排的主要动力 但一些制造商也希望透过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吸引更广泛的潜在工人 包括那些可能重视灵活性的幼儿父母 MID白皮书引用了几个制造商考虑的创意选择 例如探索不同的轮班选项 组织流动工作团队 以及允许轮班工作一周 这些举措旨在为工人提供更弹性的工作时间 同时满足公司的生产需求 在制造业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下 弹性的工作时间显然成为解决方案之一 通过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安排 制造商可以吸引更多的工人 同时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工作效率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将据交于一个关于制造业的重要话题 上周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小型企业管理局 召开了一场会议 讨论了如何推动增材制造投资的议题 这次会议突出了小型企业投资公司计划的重要性 这反映了拜登 哈里斯政府致力于推动创新和支 持小型企业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陈诺 其中一个关键举措是M4W基金 旨在促进尖端技术和先进制造领域的投资 从而提高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安全 在这场会议上 Stefan North Atlantic 批准为增材制造基金筹集私人资本 这是SBAD OD SBIC关键技术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加强国内供应链 这项举措旨在通过积极寻求SBIC许可 加强制造能力的各个方面 包括劳动力培训 零件设计和检验 以及零件资格等 尽管M4W基金在制造业中办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它仅是整个行动的一部分 重振活力的SBIC计划 拥有超过420亿美元的资本 为全国各地的小型企业提供支持 其中许多企业专注于增材制造 这种综合方法有助于改善经济并促进就业增长 在会议上 参与讨论的小型企业领导人 分享了他们的成功故事 其中一位企业家表示 SBIC的支持使其收入增加了10倍 展示了该计划对企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这项举措将为未来的制造业发展铺平道路 使最低劣应成为促进创新 就业增长和经济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让 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工业与自动化资讯 英国领先的数位转型专家PTC推出了一项突破性的工程应用程式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PTC凭借适用于Apple Vision Pro的Entrebay Vision应用程式确保业界第一 这款应用程式的引入将为工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革新 让我们一窥就近 Entrebay Vision应用程式的一大特色 是将平面电脑荧幕模型转换为虚拟的真人大小的产品 使团队成员可以像实体组件一样握住 拆开和检查这些产品 而且 这款应用程式与iPad上的Entrebay云端原生开探PDM系统同步运作 实现了产品模型的及时更新 PTC的总经理David Kassman表示 他们是第一家为Apple Vision Pro推出专用应用程式的开探PLM公司 这项技术让工作空间没有任何限制 您可以在无线化布上修改该模型 或将其移动到您喜欢的任何地方 进行更好地掌握整体设计 使用Entrebay Vision的另一个优点是 它对于FakeEd使用者来说非常受欢迎且直观 这让管理人员、销售和行销专业人员以及客户 可以更轻松地参与设计评审 从而确保更好的客户满意度 在这个数位化时代 PTC一直致力于推进制造业的空间硬算和相关技术 他们的这项创新工作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的发展 那最后一则新闻让我们带您了解最新的机械加工行业动态 近年来数位转型已成为机械加工生产的关键战略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DMGMORI推出的CatCam系统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DMGMORI为数位转型DX提供了全面支持 并致力于为客户带来创新的解决方案 进一步引领企业进入工业4.0时代 作为加工转型MX的一部分 他们提供了全面的数位产品 应用程式和服务组合 以确保整个制程链的顺利运作 值得一提的是 DMGMORI的新生泰系统CEO OSX专注于网络 工作规划和工作准备的综合解决方案 这一系统涵盖了编程、流程优化、操作员指导、维护和服务等多个领域 为客户提供智慧人机互动的全新体验 在Cat和Cam的完美工艺方面 DMGMORI提供了两种领先的解决方案 海克斯康的SVH和新门子的NXCam Cam系统是制造数位转型的核心 它将3D模型转换为实际生产的组件 从而确保高效率的加工 Cam系统的优势包括高效率编程 刀具路径最佳化、模拟和碰撞检查等功能 这些都对提高工艺链的效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Cat和Cam的无缝整合则进一步 加强了整个制造过程的流畅性和精确性 DMGMORI的决定性优势体现在Cam软体的采购过程中 它们不仅提供了强大的Cam功能 还将机器特定的功能扩展并整合到标准Cam软体中 这一系统的推出将进一步促进机械加工行业向前迈进 以上就是我们的报道 关于DMGMORI的CatCam系统 让我们期待这一系统为机械加工行业带来的更多创新和突破 感谢收听 感谢您收看TCMIC Daily CNC News 本集的AI与应由优生学进行合成并赞助播出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您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